哈喽 尊敬的陈老师 季老师 还有人行天下 爱船世界 在全球各地收看今晚直播的兄弟姐妹 大家上午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欢迎今天我们全球超饭的新老朋友 来到了每个月5号属于我们定期学习的 这样子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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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姐好紧张 我们的五五全球超饭日 非常的感谢老师把世界变大了 把家变小了 能够让我们今天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 在全球共同连线参与今天晚上的这场盛会 大家好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家 鸡棒的分享 我叫韩石 我看到公屏上现在有很多 我们全球各地上线的家人 让我们第一步啊 刷起小花花 并且在公屏上打出您此刻所在的城市和地标好吗 我看到了 哇 好棒 有北京 有青岛 有大连 有郑州 有广州 也有我们的海外市场此时此刻我们都云集在线 过去今天晚上属于我们每个超凡人预约的每个五号的这样子的学习机会 那我们刚刚呢 在过去的一个半月 跟随着我们近爱的世界第一的我们的曾老师和季老师 刚刚完成了纽澳跟随之旅 那今天晚上呢 也将由我以及接下来的几位领导人 最后呢 会有韩姐 为我们带来过去的这一个半月 我们在老师身边的所见所闻 在老师身边的收获 以及这一路上老师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教导 真的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我呢 要跟各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这是等一下最后会出场的那位韩姐的儿子 但是各位啊 等一下会看到呢 韩姐与之于我更像是我的姐姐 偶尔呢 走出去还会被误认成是我的女朋友 我想这是全世界所有妈妈最甜蜜的这个这个这个期待 也是所有的年轻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 最甜蜜的烦恼就是我们和父母可以变成共同的朋友 可以变成共同环境的同事 可以变成一辈子在一个事业里 共同和老师学习成长的学生 现在呢 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各位一定要在屏幕前给我一个掌声 给我一个鲜花 我借助各位在当下屏幕的这个能量 能够让我们今天这个超防御顺利的进行 那我是一名二代 非常非常感谢我的母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事业里 那个时候在我在我12岁的时候 韩姐接触了我们的安利事业 也认识了老师 在三年多的努力和奋斗之中呢 就把我带到了今天我们话题之中的这样一个目的地 就是新西兰的奥克兰 那当时呢 我的母亲送我出国 他相信换一个环境 可能我就会变得很乖 但是实际上呢 并没有 曾经呢 15岁 读的是新西兰排名第一的男子高中 奥克兰语法高中 16岁呢 就转学到了新西兰排名第二的男子高中 西湖男子高中 17岁呢 就自己放弃读书 自己辍学回家 那一年呢 游戏机打过了一个新西兰全国第一名 赛车呢 也组建了自己的赛车队 可谓是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却是母亲非常担忧的一个年轻人 非常非常感谢我的母亲一路把我带在了世界第一的 程老师和季老师的身边 老师一再强调 所见所闻会改变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所思所想会决定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我并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应该是一个借鉴 但是非常非常感谢老师在三年以前没有放弃我 老师在三年以前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没有目标的年轻人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第二责任人 只希望在这个事业里做一个不要拖后腿 做一个尽量参与的一个二代传承者的身份 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 老师告诉我 宝贝 老师对你充满信心 并且老师一直期待着你的成功 老师告诉我 萤火虫是一定会发光的 而萤火虫要发光 一定要飞起来 因为只有会飞的萤火虫才会发光 老师很温柔 老师告诉我宝贝大胆去做 没有信心是假的 没有做是真的 老师相信你 同时老师又告诉我了第二个故事 老师说宝贝你知道吗 金块如果和铜块都埋到地底 他们两个是没有区别的 别人也看不到他们的价值 如果你是金子自己努力 破土而出闪闪发光 让别人看到你的价值 老师说在我心里 你就是那个一定会发光的金子 当我听到了老师这两段话 躊躇满志充满力量的时候 老师说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感动是最强大的武器 老师在去改变一个人的所所谓之前 老师会改变一个人的所思所想 而老师永远不是去盯 所谓的一个人的业绩的目标 而老师永远是从一个人的想法的根源 去突破它 让他相信自己 让他相信可能 那一刻老师告诉我 宝贝这么多年了 老师一直在等你 可是你要让老师等你多久呢 你觉得老师还能等你多久呢 那那一刻这段话激发了我和我整个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在过去三年 从高级经理到营销总监 从营销总监到迈向创办人总监的道路 到今年我们整个团队重置成城 要完成高级经理到总监 明年要去挑战全球创办人 这个过程中全都是因为老师对我们的期待 和我们不想辜负老师的这个力量 借重此时此刻我们全球超凡兄弟姐妹 在线上刷起鲜花刷起掌声 送给我们的老师 谢谢世界第一的老师 陈老师和季老师 永远不放弃我们每一个人 永远相信我们 鼓励我们 肯定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只要学习 只要改变自己的所见所闻 改变自己的所思所想 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们每个人在老师所打造的 这样一个学习性的环境里 我们每个人都会成功 新西兰对我来说非常的与众不同 这一次我是坐到新西兰的旅游 带韩姐去到奥克兰 韩姐呢也当然是符合新西兰的旅游 是带我去到了皇后镇 那为什么此次我们会有两批的旅游呢 没错 就是这次有一个安利中国 很特别的安排 这个很特别的安排呢 就是和我们的老师有关了 我们此次新西兰历经十几批 将近52天的一个旅游 打破了新西兰的一个全国记录 那天晚上我在安利公司 表彰晚夜西边晚夜的现场 是和新西兰会议奖励局的局长 坐在一起 他说你们安利公司 好了不起啊 在5年以前 2018年的皇后镇 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刷新了 我们这个国家 会议奖励旅游的记录 你们有4000多位优秀的伙伴 受公司的招待邀请 出席了皇后镇的海外旅游 而今年的此次的皇后镇 加奥克兰的两批旅游 你们整个安利公司刷新了 新西兰的国家记录 将近有8500位伙伴免费受招待 邀约出席了此次的海外旅游 而各位安利公司讲 在这8000多位伙伴里 有将近6000多位伙伴 都是老师培养的学生 占据了整个初期海外旅游的 将近60%以上 我们在这里要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老师 当年老师的一个梦想 当年老师的一个理念 今天可以单单只在安利中国 就孕育出了这么多成功的事实 有这么大的成就 而正因如此 安利公司说 陈老师您知道吗 有太多的伙伴想要见到您 老师您知道吗 您出席奥克兰 有很多人在皇后镇 您出席皇后镇 有很多人在奥克兰 安利公司说 老师您的时间是如此的宝贵 那安利中国呢 也拿出最大的诚意 希望能够让老师来到旅游 哪怕跟伙伴挥挥手 能够去鼓舞 让更多的伙伴亲眼所见 感受到老师的能量 于是这是首次 安利中国做出了一个 这个特别的安排 就是邀请陈老师和季老师 在同一次的旅游 出席了两批次的招待 所以老师呢 是出席了奥克兰的最后一批 然后呢 也出席了皇后镇的第一批 哪怕老师两批都出现 在后面还有德沛哥哥的团队 有郑老师的团队 有威姐的团队等等等等 还有很多的伙伴 没有机会见到老师 我非常感谢老师 如果不是老师在三年前点醒我 此行的奥克兰之行 我相信对于我来说 不会那么的特别 而这次奥克兰之行 我看到了那个我曾经读书的学校 我看到了那个我曾经飙车的马路 我看到了那个曾经 我要我妈妈因为我而伤心落泪的街角 而在这次安定公司邀请我 在整个市政议会大厅那天中午和余总 一起去做了我们心境表彰的注酒 也在整个新西兰最大的剧院 当天晚上能够坐在主桌 和老师一起就餐 和我们的余总和我们的老师 和会议奖励局的局长 和国家旅游局的局长共做主桌 各位如果没有老师当年给我的这通电话 还有这么多年一路的关爱 以及非常感谢我母亲这么多年创造的机会 不惜缘由不计代价的 让我一直跟在老师身边 我相信此行回到新西兰 可能是落寞而归 但是这次回到新西兰 我身边很多的伙伴跟我讲 韩世大哥还真的蛮有荣归故里的感觉 当那天我带着韩姐住到公司 邀请我住的那个房间 那个望海的有好大 那个阳台的那个房间 公司准备了两张床 一张大床一张小床 韩姐呢就要去睡那个小床 我说 哎妈你干嘛你要睡那个小床干嘛 韩姐讲说一句话说 儿子这个是你做到的 你睡那个大床 妈妈睡小床 我说妈哪里敢啊 你要睡小床 我要睡到地上跪着睡 我看到那天韩姐的眼里 满怀的是开心满怀的是快乐 各位我非常非常的感谢 如果没有老师 如果没有老师的引领 如果没有团队 这么多长辈 你的所思所想 价值观就是一个人的所作所为 我们就是因为跟在老师身边 看到了老师的快乐 就是跟在老师身边 看到了老师是如何一线做带动 就是看到了老师 曾经老师讲过一句话 说很多人问说老师 你都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了 你都已经是世界第一 你蝉联十几年快二十年的 最高分的FA成就的老师 你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 谢谢老师说过一句话 我最值得骄傲的 就是我们从来没有骄傲过 在这一路上看到老师 为我们展示安利丰厚的回报 更重要的是看到老师 如何亲身在一线 带动纽奥超凡这样一个在全球 老师事业板块里相对非常渺小 乃至微不足道 但是老师会因为这里哪怕有一个伙伴 这里哪怕有一个相信安利 希望在安利事业成功的伙伴 老师对待这一个伙伴 对待这一场会议 对待这一场学习 老师都拿出百分之一百 不亚于澳门乃至新加坡 这样万人大会的态度 全心全意的铺在一线去带动市场 每每我们看到安利公司 为老师准备的这样子的总统套房 为老师准备的各种领域 我相信在这个领域背后 我们看到更多的 老师不是全世界享受第一 当然老师的成就是世界第一 老师的捐款在安利事业里是世界第一 老师培养的高级经理是世界第一 老师在整个安利中国 17户的创办院里面 老师只有13户是老师的学生 而老师的孩子 我们的榜样 这个德沛大哥 又是二代世界第一个全球创办人 我们的地狱大哥 是新加坡的第一名 我们的主一姐是北美全 北美华人成长第一名的团队的领导人 老师在各个方面都是第一 但是我在跟随老师过去这一个半月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老师讲说 一个人最难找回的是初心 最容易失去的是动力 而老师的世界第一 不是享受形式世界第一 是老师永远是世界第一的热爱安利 老师永远是世界第一的热爱产品 老师永远是世界第一的热爱每一个人 正是老师演绎出来的这种热爱 才有今天老师演绎出来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热爱 向往的老师的这种生活 当去到奥克兰之前 老师就跟我讲说 宝贝我们这次要去奥克兰 要去皇后镇 要去墨尔本 要去悉尼 还要去哈美尔顿岛大宝礁 要去那么多的地方 那你去跟那个季老师去安排一下 老师应该要往纽澳市场会比前 因为我们去的蛮久的 这样子会比前老师会比较踏实 安心一点 我跟老师说 包括老师 不然呢 我就去问一下 那个我们澳洲的分管 我们团队的华原经理 我说请他帮您看一下 您在纽澳也许应该会有收入 老师说 宝贝 老师都已经三四年没去了 那纽澳感觉会有收入吗 你去帮老师问一下 那我跟老师说 老师 汇报 老师不但有收入 而且那个收入还很震撼 还很夸张 老师说 宝贝你不要恶搞 你不要跟老师开玩笑 不要到那边去了以后 讲说没有 就是很奇怪 然后我说老师 真的真的很震撼 当我们到达了奥克兰的那天 我陪姬老师一起去了银行 银行打印出来 老师过去三年 安利公司在新西兰 所给予老师的税后收入 那一张银行的汇款单 整整打印出来了48万纽币 将近是50万纽币 无论他的汇率是乘以5还是乘以4.5 这个背后的意义 我觉得很震撼 这个背后的意义是老师三年没有来过的一个市场 但是这个市场因为有老师的经验 有一次一次的线上直播 有老师为我们在世界各地组织可以回家的超凡大会 而孕育了一批热爱安利士也相信老师不断耕耘的领导人 而在这个市场背后 各位你知道50万的税后收入是什么概念吗 其实在新西兰一个大学生 一年的税后收入也不过是3万到4万 而50万的收入将将好税后 相当于一个大学生15年的奋斗人生 孕老师讲的句话很震撼 他想说少爷你知道吗 今天安利事业最美的 我们不是比那个收入的多少 而是安利事业的收入 它是被动性的收入 它是被增性的收入 同时它是保障性的收入 一个根本没有来过的市场 老师都有这么多收入 当我们离开奥克兰的时候 我就跟季老师讲 我说季老师 现在新西兰虽然我们是外国人 我们也可以给几笔钱做一个定存管理 那这样子就会有利息 当时季老师就跟我讲说 少爷你我们这种 你这个收入叫做小朋友的收入 你这个定存也不过是5% 6% 你们小朋友需要5% 6% 我现在花钱都没时间了 借助各位的掌声 谢谢亲爱的季老师 谢谢老爸 放大我们的梦想 那种潇洒 那种从容和淡定 真的让我们知道 今天安利的回报 是超乎你的想象 去到了奥克兰的时候 我们看到老师在奥克兰安利中国 为老师准备的是当地海港区 最大的五星级的饭店的整个的楼层的一边 都是老师的总统套房 那各位那个总统套房有多大呢 我对那个总统套房的评价 两个字 公园 各位你没听错 那个总统套房大到像公园一样 单单只是一个老师自己房间内的露天的露天的透天的花园 那个花园就可以做一到二百人的凝聚 更别提还有老师一个缓整个三百六十度的一个阳台 而那个阳台所看到的是奥克兰最漂亮的景观 大到皇后镇以后 安利公司呢 又为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 就是希尔顿湖畔度假村五个套房 然后全部打通 组合了一个总统套房用来招待老师 而这五个套房呢 是把所有的家具搬出来 请设计师为老师打造叫粉红城堡主题 其中有各种粉红色的元素 粉红色的家居 粉红色的珠宝 而公司讲说这一套设计是有老师专属版权的 而使用完以后 酒店方呢 也不能因为说公司做了这么好的布置 就延续这个设计 而这个房间会被复原 这个方案是仅属于老师独特的招待 各位真的 我们就看到跟着老师走的人生是最美的 老师为我们展现的 老师都讲 老师今天走过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着走的路 老师今天为我们演绎的 正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 只要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听话 只要我们坚持 只要我们照做 我们每个人的未来都是在走向这个结果的过程 我们要不要再次刷起鲜花 刷起掌声 刷起三个字 我相信达到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公平之上 此行更让我们震撼的呢 就是除了这个安利中国的奥克兰和安利中国的皇后镇的旅游结束之外 我们又跟随的老师一起前往了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又出席了纽澳在这个澳大利亚大宝礁 为这个所有的海外旅游领导人准备了一个叫哈米尔顿岛的一个独特体验 这个哈米尔顿岛呢 在大宝礁的区域的圣灵群岛的76个群岛是最有名的一个 也是曾经澳大利亚评选的十大梦幻岛屿的排行第一名 那这个岛屿呢是很多人一辈子度蜜月啊 或者说是一生去一次的地方 这次安利公司几乎是将整个独立岛屿给包下来 那一般做到海外旅游的领导人呢 是住在一栋完整被包下来的这种高层的独立式的酒店的建筑里 而老师呢是入住了岛上悬崖边 一个非常漂亮的酒店庄园叫夸里亚 这个夸里亚的酒店庄园呢 有30多套独栋别墅 每一套独栋别墅都带着游泳池 都带着非常巨大的阳台 方便您可以在阳台上发发呆 方便您可以在自己的套房里游泳 享受每一个阳光 享受每一个空气 享受每一个温馨的画面 而这个酒店的特点是非常棒的是什么 是他不接受未成年人的入住 因为他要确保酒店的私密性 同时呢他也不接受任何的访客 你想说我这个酒店很漂亮 我想来这个酒店的餐厅消费 不好意思你不是住在这个酒店的都没有独立通行权 而预定这个酒店呢 安利公司是这个预定了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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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才预定到了这个酒店 就是为了此次能够邀请到老师出席这个纽澳的这样子的一场 这个海外旅游的庆祝 那各位最震撼的就是 当我看到了在这个海外旅游庆祝之上 是公司如何尊重老师 我更看到的是旁体系不是老师的学生 但去仰慕老师成就的渴望见到老师的伙伴 对老师的那份尊重 有一天晚上我们参加的是钻石晚宴 就是高级经理以上的一个独立晚宴 是在整个封闭小岛的游艇俱乐部的游艇延伸码头上 做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晚宴 在那个晚宴的对面做了一对夫妻 看起来头发花白 他们面前的名牌写的 他们是澳洲本土的全球创办人 也是澳洲本土洋人老外分数最高的全球创办人 他们两位都是过去是工程师 非常优秀 26岁走进阿里事业 用了25年做到全球创办人 他做到我的对面 我旁边是韩姐 韩姐旁边是老师 所以刚开始我们大家没有交流 也没有说话 那他有看到我在帮老师做翻译 突然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 他说请问你是翻译吗 我说我不是翻译 我说我会来这里 因为旁边这是我妈妈 我说我妈妈是FCA 全球创办人政策咨询委员 他讲说你妈妈好厉害 然后韩姐马上就问他说 You know my teacher Do you know my teacher 他说你知道我的老师吗 这个全球创办人讲了一句话 他说of course She's teacher for everybody She's everybody's teacher 韩姐问他你认识我的老师吗 他讲一句话 我当然认识了 因为陈老师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没有一个人是不知道 没有听过老师的故事 只不过没有机会走到老师身边 那天晚上在那个非常吵杂的晚宴 只是因为他讲说了一句话 老师是所有人的老师 老师就变得好有灵感 大概在非常吵杂的音乐背景 加翻译的情况下 老师跟这个毫无业绩关系 已经做到创办人 并且哪怕在新西兰当地 也不适合我们同系统架构的 这个创办人讲了两个小时 老师讲一句话 我对我的经验从来不吝啬 我的经验谁珍惜谁得到 我同时爱安丽和爱安丽的每一个人 和爱我自己的孩子和学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都是安丽的家人 如果你愿意听 如果你愿意学 我愿意请囊享受 那天晚上那个创办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因为本身他在那里的感觉 好像是来度假的 好像是在享受安丽 他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睡不着觉了 我说陈老师今天你跟我讲的你的成功事实 您的成功经验和您到目前为止是如何在一线做的带动的榜样 你今天晚上的话鼓舞了我 而将会让我彻夜难眠 各位这是一个已经在澳洲是分数最资深的全球创办人 他第一次有这个缘分 听到老师讲了这一席老师的经验 他讲说他睡不着觉 第二天晚上的西别晚宴 他专门走过来拍了拍我 很毕恭毕敬的90度鞠躬 因为老师是坐着的 他是从另一边主桌走过来 弯着腰跟程老师说 你一定要跟老师说 谢谢老师 我昨天晚上真的彻夜难眠 像我刚加入安丽的第一年一样 重新在列名单 重新在想我的伙伴怎么去带动 重新设定了目标 我内科非常的惭愧 我觉得老师的经验 真的不是说有字头的 老师的经验我们常常听很多领导人讲 这样六亲不认就是谁珍惜谁得到 我在老师身边20多年 我是否能听到老师的讲话会毛骨悚然 彻夜难眠呢 而这一个一辈子没听过老师讲话的 旁体系的创办人 只是通过翻译听了老师 两个小时在餐桌上的分享 他就彻夜难眠被老师激发和点醒 第二天我们有一场会议 是属于老师专门老师激老师的业务会议 会议召开者呢 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安利公司的一把手总裁 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业务和政策的一把手 同时出席的还有此次安利公司最高的官方代表 这个叫melody总裁 那这个melody总裁是谁呢 他是整个安利全球欧洲去的总裁 同时他兼任安利南非非洲去的总裁 同时他兼任安利纽澳 纽西兰加澳洲两国的总裁 所以他在安利全球的行政负责范围很广很大 他说陈老师您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能量 您的到来让我们变得兴奋起来 我们这么小小的一个旅游能够接待到 您和激老师这样子世界第一传奇性的领导人 是我们的福气 当天下午他说我要安排一个时间向您去学习 向您去请教 我们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房间里和他去见面的时候 他坐对面老师坐这边 他坐下来以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负责的区域有纽澳有非洲有欧洲 这是我们的业务一把手 这是我们的政策和市场部的一把手 陈老师金老师你们两位有什么问题 你们两位有什么需求 你们两位有什么需要指点的 就是跟我们讲吧 我们会全力以赴配合的 一开始就感觉是要像谈问题一样 老师马上笑了笑 说宝贝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也没有什么抱怨 我们也没有什么需求 非常感谢公司给我们这么好的招待 感谢公司同仁全力以赴去爱护带动了这个市场 老师紧开着就讲到这些年老师是怎么带动一户又一户市场的成长 讲到了我们整个中国的FC 讲到了老师的三个孩子 讲到了我们超凡的二代 讲到了今天老师是如何带动我们泰国的全球创造人 带动我们的李老师贵珠姐 又和我们整个中老师团队打造了最美好的友谊群演和超凡的感情 听到这个Melody眼睛亮起来 当天下午除了我做翻译 安利公司还准备了一个悉尼大学语言学的教授华人 他是来帮老师做翻译的 当我们从这个房间走出去 他讲一句话 他说陈老师你是今天开会唯一不谈问题的 你是今天和他们几位开会唯一不抱怨的 你是今天和他们几位开会 他们是真正笑着来笑着相迎送老师出门的 他讲一句话说老师虽然我不知道安利是什么 但是您讲的每一句话 您的人生经验和智慧 哪怕放到任何领域和生活之中 听进去做出来 这个人的人生都会不一样 这个Melody就讲陈老师 我特别好奇你是怎么成功的 我就看到老师和他的沟通的那种隐喻私欲 小故事大道理 就知道老师说我成功就有三个重点 我成功就有三个热爱 哇讲到他和他的一把手二把手全部拿出笔记本来说 陈老师到底是哪三热爱 老师说我就是这三热爱 我是台湾第一个皇冠大师 我就是这三热爱 我在整个中国培养了13个全球创办人 我就是这三热爱 我到现在全球有75组Q调的小组 在9月份还有新晋跳调5组 还有5万份以上的红宝石 他就一直被老师这种销售这种感染这种带动和快乐 他眼睛都亮起来 他说陈老师可不可以告诉我到底是哪三热爱 他说对对对 我很快就要讲是哪三热爱了 我看到老师永远的是那种快乐 就是那种销售 就是那种感染 他到最后都没有听到是哪三热爱 然后他讲一句话 老师可不可以请您非常郑重的 在2025年整个欧洲南非纽澳共同举办的大声庆典 在迪拜的这场巨型的业务盛宴上 我们将会非常官方的邀请两位老师 立临我们的大会分享您世界第一的经验 您世界第一的经验只有这样子正式的场合 我们才可以去拥有请到您来为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各位掌声鲜花送给我们的老师 这是来自整个欧洲非洲纽澳四驱四国的总裁 对老师的经验的这种发自内心的感受 那当天晚上老师还没跟他讲 吃饭的时候他还过来说我想知道到底是哪三热爱 老师说对对对宝贝这三热爱真的谁用谁知道 百事百灵老师在吃完饭就告诉你 等我们离开了这个旅游 他还是不知道三热爱是什么 他说我好羡慕你们懂中文 我好羡慕你们能够跟随在陈老师身边 我好羡慕安利中国的余总 能够和这么有经验 这么有智慧的智慧大师 全球独一无二的带动者 陈老师季老师学习 与您在一起工作一起去分享安利 让我们倍感兴奋 能让我们倍感关怀 是我们觉得说和您在一起工作 简直是一种幸运和福气 各位你知道他最后珍惜到什么程度吗 我们的这位melody总裁 最后他讲说陈老师有没有什么演讲 老师有没有什么书籍 老师有没有什么智慧语言 我们讲到了老师最新出的小故事大道理 金玉良言八百句 可是我说这些通通都是中文 这些都是中文 老师讲的话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听懂 他说没有关系 你把这些资料通通发给我 你把老师的录音和老师的演讲 你发给我 怎么去解决翻译是我自己的问题 哪怕老师讲一句 我拿翻译软件同声听一句 我要记老师的笔记 学老师的经验 把这些经验带到安利全球去 我相信老师的经验一定会帮到安利全球 每一个人的视察 各位我们掌声要不要送给我们的老师呢 我非常非常地感谢老师此行让我的跟随 我看到了老师的这种大爱 看到了老师的这种助人 看到了老师这种无私和无我 更重要的是老师亲自为我们所做的带动 就是老师永远是在第一线去做最多推荐 是做最多邀约 是做永远去触碰新朋友的这个动作 就像季老师讲的 我们做到世界第一 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没有骄傲过 老师也讲 老师把推荐变成呼吸 随时随地都在交朋友 因为老师说 华人到海外不是来打工的 而是来成功的 每一个在海外的华人 不是猛龙不过江 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 不见得每个人都来到过这么好的环境 老师说 我们一定要把爱分享给更多的人 这样子我们才能认识每个有缘人 把大家带动到这样一个事业里来 我看到的老师是每一站做最多的开发是老师 做最多的带动是老师 最认真全力以赴开发是老师 在墨尔本有一站 有一天晚上 我们在老师非常爱吃的湖南菜吃饭 季老师带着男生做一桌 老师就带着吴义姐 韩姐 包括女生的 我们这次的魏医生蔡小姐 杨丽姐 然后这个这个等等的这个 张姐姐等等的总监以上的女生领导人做的另一桌 突然呢就来了一对夫妻 老师马上站起来去迎他们 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 我们一起来这边旅游 你先生和我老公做一桌 那你和我们做一桌 然后呢 这次他太太和老师做一桌 先生和我们做一桌 我们就开始吃饭 吃到最后呢 结束以后 我就扶着老师 一边是我 一边是灰灰姐 扶着老师往外走 老师就好开心 宝贝 今天晚上真的是一场好有效的聚会啊 我们那边有笑有料 好快乐哦 他太太要明天后天来参加咱们的学习 然后老师讲的话说 宝贝 你们那种没有破题吧 我说破题啊 汇报老师已经破题了 老师说哦 什么时候破题了 我说 季老师一坐下来就破题了 老师说宝贝 季老师怎么破题的 我说季老师和他先生握手说 你好 我那个我是我是季老师 我是那个安利全球第一名 欢迎你 就我们来这边做一个讲座 老师听完了以后 马上立定回头跟我 跟韩姐 跟吴依姐说 宝贝 快回去 再跟他老公再问杯 再讲一讲 本来都已经走出来了 吃完饭了 老师看到我们破题比较早 害怕我们没有做好绑带口的动作 马上又让赵老阳大哥又让吴依也要韩姐 全部回到那桌 跟他老公重新认识讲故事 然后再跟他做后面的谣言 我们看到老师是如何细心细致做的 不只是这样子 更让我震撼的是 老师和灰灰姐转了一圈 我们在这个桌 老师在这个落地玻璃的后面一直在看 看了有十分钟 太震撼了吧 那个玻璃是透明的 你能想到那个画面吗 就老师这样一直看 要看着我们是怎么跟这个新朋友的老公做交流 最后当这个新朋友和他的老公走出来以后 满怀校园 老师又在非常冷的那天的大风中 和他们又讲了十多分钟 聊观念 聊人生 聊学习 聊幸福 这个我觉得老师为什么是世界第一 是老师带动永远做第一 是老师关心别人永远做第一 是老师发自内心的热爱永远做第一 当我们去到了奥克兰 我们做的一事 感谢地狱大哥 我们整个纽澳超凡顾问的 我们的总顾问 我们的地狱大哥 我说我们真的是太辛苦哥哥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会的经验 哥哥说不会啊宝贝 我以为你们办会是小白 你们办会简直是大白 我说哥哥 因为有你在我们就好有安全感 哥哥要帮我们分享 在台上做顾问 分享完了就往门口冲 说我现在帮你去顾门口 借助各位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地狱大哥 那我们第一场会议是200多人 但是到了第二场会议 在墨尔本只有50多人 到了第三场会议只有20多人 而每一场会议季老师都有出现 那天季老师问我说 韩石这个房间的运斗在哪里 我说老师你要运斗干嘛 季老师说我要运衣服啊 哪怕是一场50人的会议 我那个衣服的整洁 也要和澳门大会万人是一个标准 这代表的是一种尊重 我相信这更是老师季老师成功的一种态度 看到了老师在这一路上 每一站都认识一个人 每一站都认识一个人 其中有一个在海底捞的小潘 只是在海底捞18岁第二天上班 那天认识了老师 第二天来到我们的会议 和老师再见面以后 这个小潘就要自己买机票 来到我们接下来的新加坡大会 哇我看到老师是如何真正在带动一个市场 不是说宝贝你们去做什么 而是每天亲自去带动去开发去推荐去热爱 带给我们 包括老师这次认识的月亮姐姐 认识的赫然James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相信后面韩姐包括很多领导人都会去做分享 接下来我要在这里邀请出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是我新西兰当地的一户领导人 就是我们做到QCRDD海外旅游的张晶杰 曾经在中国大陆 他和他的先生高大哥在天津都是科研所的技术人员 但是因为去到了新西兰 他们的学历不被认可 他们也没有英文的能力 他们在当地也没有人脉 一位去到了建筑工地 把科学家的外套脱下来走出了建筑工地 从搬砖头开始为生 张晶杰呢 也从国内的科研所走到了新西兰 因为找不到工作 在超市从烤面包开始 每天三点钟起 要端得的是几十斤重的铁盘 经常铁盘炙热的灼伤到了他的手 他都不舍得把那个面包扔掉 因为扔掉的就是希望和工作 而在几年前老师到新西兰的一番话 华人来海外不是来打工的 是来成功的 包括这些年老师一二再三 给了我们更多的跟随的机会 让他们这次 让他们在新西兰当地 连续符合QDD红宝石已经很多年 不需要再做过去 这个靠体力为生的生活 而在今天新西兰也过上了幸福 美好有保障的这样子的幸福人生 那我们的张晶杰呢 都已经是当奶奶的人了 但是现在可真的是越来越年轻 年龄到这张 这次唯独他哭的一天晚上 就是我们参加纽澳表彰的那天晚上 他说我好惭愧 老师和季老师为了我们纽澳市场来参加了这场公司的业务会议和表彰 而老师和季老师是那么认真的亲和的在给每一个其他团队新进领导人做鼓掌 而那天唯独季老师是非常认真的回来敲了敲桌子 讲句话 真气上钻石 真口气 你们可以的 那一刻他哭了 他说我们不辜负 不让老师失望 是我们奋斗的理由 我们通过一段影片感谢老师给他们分享的机会 尊敬的老师季老师以及全球超凡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 我是新西兰的张晶 非常感恩老师给我这一次学习成长锻炼的机会 哎呀真的诚惶诚恐 我是1996年跟我的先生从天津移民到新西兰 那我们在天津的时候是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来到新西兰没有我们本职专业工作可以做 为了生存我们也是各种工打 所有打的工都是靠体力和健康去换取生活费 就在我们非常无助迷茫和没有希望的时候 听到了老师的一场演讲 老师说所有海外华人出国都是为了求成功 而不是打工的 就这一句话打开了我们的心门 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感恩韩姐 就是因为韩姐当年有梦想选择了安利事业 就是想把儿子韩世大哥送出国留学 感恩韩世大哥选择了新西兰的奥克兰来留学 才有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呀 真的感恩老师这一次在纽澳市场有一个月 在这个一个月里我看到了安利公司 招待老师三次的免费旅游 第一次在奥克兰 我来到奥克兰已经27年了 我从没有见到一个总统套房的露天平台 大到可以当会场呀 在黄后镇老师也是五个套房打通的总统套房 那在澳洲的哈米尔顿岛 老师的酒店呢是Kolia酒店 这个酒店呢公司员工说要提前两三个月才能订到 真的是非常难订的一个酒店 酒店很隐秘 大门一般人都进不去的 那在澳洲 欧洲的总裁跟老师的一席话之后 总裁就跟老师说 老师你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真希望每天都能跟老师学习 那欧洲总裁也邀请了老师 跟老师说很希望下一次研讨会 老师能够为我们分享 那我所到之处都看到老师是公司给到的是最好的酒店 最好的房间 看到老师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被人尊敬 被人需要和被人爱戴 我真的就想做老师这样的人啊 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是被安排去皇后镇旅游 老师当时就说 我不要去皇后镇啊 我要去奥克兰 我要去奥克兰 奥克兰有我很多的伙伴 有我的宝贝 我要在那里为他们开大会 我要去奥克兰去帮助他们 老师我先的感恩您 所有的新西兰的伙伴 听了您这一些话 真的是特别的感动 那新西兰的安利公司 也是唯一的一次 招待一个领导人 是可以招待两次旅游的 这个是史无前列的 也就是我们的老师可以有这样的尊贵的被接待啊 那在这里也非常非常的感恩老师 不管是在奥克兰 黄后镇 墨尔本 还是悉尼 不管是50个人的会场 还是100人 200人 老师的演讲 都是像在澳门万人的大会场 一样的全力以赴 真的感恩老师 老师您的分享 所有的新朋友都打开了新门 所有的老朋友又重新被激发 所有的领导人又重新高定了目标 老师我们真的是特别的感恩您 老师在澳门临行之前 跟我们讲 宝贝我明年3月会来澳洲的PERS 在我去PERS之前 我还会去奥克兰帮助你们 所有跟随的伙伴 都是热泪云康非常的感动 真的千万千老师 那在这里也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韩世大哥纽澳主席 在一次凝聚中 所有的领导人都被激发了 我们都下定决心 大家一定要达成共识 互相好好的合作 在下一次 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伙伴 跟着老师一起去海外旅游 无限的感恩老师 老师我今年一定会在国内做到高级主任 在新西兰我也一定要带出三组伙伴 达到滴滴 无限的感恩老师 我们从现在开始 就全力以赴销售三月份 我们的老师又要来了 我们的老师又要来帮助我们了 谢谢老师 我们一定会加油 无限的感恩老师 感恩韩姐 感恩韩世大哥 感恩韩主席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给张金姐一个分享的机会 也谢谢老师 今天给我这样一个主持的机会 请老师放心 如果老师爱我们是赌注 我们绝不让老师失望 老师为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爱是最伟大的力量 感动是最强大的武器 无论纽澳超凡这些年是多么的薄弱 无论我们离老师有多么的远 但是老师从不曾放弃我们 并且一直拉着我们 告诉我们 宝贝我期待着你们的成功 我期待着你们的成功